您好 欢迎收看1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现场徐正未重视花莲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资产保存 特别前往江军府1936园区会刊 除了勘察夜间照明情况之外 也足以检视园区的各项工程 并提出了相关的改善建议 期盼借由系统性专业规划 提升整体休憩空间环境安全 打造最优质舒适的休闲去处 专军府1936园区园区文化部再造历史现场1.0及2.0计划 会政府预算等经费预注 至109年8月开工之间已经3年半的历程 已经进入园区工程所有阶段 施工围里逐步拆除可见未来园区的风貌 园区一级验售之后 将于今年上半年度进入市云运开放参观阶段 工程计划完成古迹历史建筑共拔洞建筑修复 全区搭配远区夜间灯光 植栽布道修器空间以及建议防灾自洪景观水池 创造花林新的亮点 将军府美人西盘历史建筑群 收益别光等地 搭配美人西整治户案工程 串联美人西盘历史资源 达造花林最大的一文聚落 形成文资教育 外展演 娱乐 餐饮 市集等复合型文化基地 结合观光带动产业发展 提供民众完善的一文及休期廊道 也创联花林重要的观光资源 专业府1936园区预计参观 以及市云开放时段等相关资讯 后续将于花林新文化局 脸书粉丝专业组合公布 预货列包括花林新会副议长徐学义 建府代理秘书长柔中 文化局长吴敬义 官方处长张志祥 名称处长明良真 新年处长吴困路等人到场共同会砍 记得交往一块找不到 毛衣人便度发展 地区下来 小伙计邃 明镜留书 注定